阿達你平常看恐怖片嘛 我不敢看恐怖片 我其實也不敢看 但是有一些血腥暴力的 我是蠻有興趣的 蛤 怎麼那麼變態 怎麼 現在這個很重要的時刻 今年奪魂劇回來了 奪魂劇回歸啊 看一下 什麼 死去的拼圖殺人魔 居然回來了 《多昏劇》系列電影 睽違七年推出第八集 有關的確認識嗎 有關的確認識 但你覺得他死了嗎 是他 由於發生多起殺人案 但手法太過兇殘 被指指示拼圖殺人魔 約翰·克萊默犯案 但克萊默已經過世十年 殺人魔是否根本沒死 讓血腥的獵殺遊戲 又將重新展開 我追求死的人 我追求死人 我追求死人 《多昏劇》2004年上映 曾創下美金破八億的票房神話 之後一年拍一集 直到2010升級3D後 戰告斷落 共拍了七集 而相隔七年官方在臉書 公開第八集預告 就已經標迫 三千五百萬人觀看 網友紛紛表示超期待啊 而最近的驚悚片 還有這部 我看了一些 有這個 蝸蝸 改編自恐怖小說大師 史蒂芬金的他 搬上大螢幕 描述七個小孩 遭到小丑邪伶叮上 經歷一連串恐怖邪惡事件 最後要一起對抗他 奪魂劇的回歸讓粉絲興奮 驚悚類型和鬼片接連上陣 也要挑戰劇迷的心臟 TVB的新聞章 中央之軍劉以清台北報導